我覺得離婚並不是一個終點 我覺得只是我們換了另外一種相處的方式 還是一家人 因為不管怎麼樣 還是有兩孩子嘛 就互相祝福啊 我很喜歡電影的故事 非常好的 然後就 最大的聖誕禮物 那大家也有一點好奇 在你們現在的轉型中 對對 就很自由啊 很開心啊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們都是還是一家人 我覺得我 我覺得離婚並不是一個終點 我覺得只是我們換了另外一種相處的方式 還是一家人 因為不管怎麼樣 還是有兩孩子嘛 那我覺得小朋友的事情能力很強 他們都很知道 並沒有覺得因為離婚而覺得有缺少任何的事情 因為我們過幾什麼 過年啊 中秋都還是一起過 那所以 大家都是非常的 我覺得 大人開心 小孩子的 跟著開心 所以 沒有了 而且就互相祝福啊 對啊 對 接下來介紹女人 她們就是可能是一個過節的 就過年的時候 對 因為我年底要開拍這部電影 我就要忙到農曆年前 對 那所以都會在爸爸家住 對對對 那大家也好奇 沒有 其實輸到台灣 因為自己的氣氛跟孩子超好 就 我覺得 真的是要保持心境很開心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心裡不開心的時候 都會掛在臉上 那 所以我覺得心裡保持很開心 然後 做一個誠實的自己 就 很 很 很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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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